大家好,我叫凯伯,我是一个护士学生,我出境实习,我认识我以前是一个没有资讯的人, 所以现在也不是特别有资讯,但是以前我也不会站在别人的面前说,就像现在这样,就更加没有讲唱歌。 现在就觉得每天这样上学,或者上医院,读书做tiker做project,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义, 那从上年开始,我就想有一个新的目标,那我就觉得,我想出去到街上唱歌, 那但是,其实我觉得,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事,因为自己唱歌不好听,然后我去底纸又不好,音乐底纸又不好, 但是我都尝试他去努力搭出第一步,就去不断地找一些曾经出街头唱歌的人去, 去问他怎样去,怎样才可以出街头唱歌,那就经过了一年的努力fant part time, 我参加起来的时候,就坐在去买起菜之后的东西,那我就踏出第一步在五月就去街头唱歌,那我觉得在播整个地方很辛苦, 但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很值得,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即使很多同学都学我怎样唱歌难听, 又或者今晚明天我出街唱 你笑死了你 但是我也覺得是不值得的 那我唱的首歌就是 你試你暈身拿著你 然後我最喜歡的歌詞是 學會爭氣的面臨放棄 請要相信我明明飛 那我覺得一定要相信自己 才可以令到自己的夢想有機會實現 希望大家喜歡這首歌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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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